哈囉大家好我是肉肉 今天肉肉速報要來跟大家分享 於3月28日釋出的薩爾達傳說 王國之類10分鐘時機遊玩的內容 以及最新特試機真的是要再逼我了 給你錢趕快出啊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吧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首先我們來介紹本作王國之類的全新4種能力 第一個道轉乾坤 這項新技能可以讓道轉時間回溯移動 在2021年6月16號的展示影片中有出現過 這個技能還可以用來抵達位於海拉魯上方的天空群島 你可以使用從天空群島掉落的岩石返回天空群島 第二個魚料建造 這個功能我真的覺得是太讚了 以各種材料的方式來做組合變成全新的物品 這已經是生存遊戲的一個功能了 對於前代來說很多物品的耐久度都有限 常常因為這樣身上要背著很多武器 這次多了魚料建造 可以把兩種物品組合成新的物品 同時不同素材組合起來的攻擊力 增加的數值不同 這就表示對於挑戰系列的玩家 更可能可以限定某些素材來進行薩爾達挑戰 其中我們也看到對於弓箭的使用 相信很多朋友一定覺得瞄準非常的酷壽 所以結合這次的新能力 如果把弓箭跟魔物的眼睛素材組合起來 竟然可以變成追蹤箭 這是何等高超的佛心功能 完全就是造福我等手禪系玩家 我就只能說任天堂我愛難 然而也不單純只有武器類型可以組合 連盾牌都可以跟素材組合 影片中展示的迷霧盾牌 可以讓不擅長攻擊的玩家也可以輕鬆的應對 而且仔細想想在前作 我自己玩的時候真的後面素材好多 也不知道他該做什麼 奇怪的料理也是吃得差不多場穿度爛了 這次的影片雖然沒有提供太多的組合 但我相信一定有超多種有趣的方式 第三點 救急手 這個根本就已經完全是一種生存遊戲的技能 這個救急手可以把物體組合起來 然而在之前的宣傳片也有看到這個很帥組裝車 在這次的影片中可以看到 將木頭及古代電風機組裝 就會變成船或者是飛船 但這個電風機是有電力的限制 不過如果在使用救急手的同時 也可以為這些古代裝置充電 光是可以把東西補裝的概念 我就已經開始可以期待各式補裝大牢的創意發揮 同時也可以讓玩家進行屬於自己的創意建築 老任484想要把薩爾達變成超自由生存遊戲了呢? 第四點 通天術 那天我在看影片的時候我就跟大家說 薩爾達的中文技能翻譯怎麼越來越像仙霞遊戲啊 這招通天術凡是只要有頂的地方都可以穿過 這樣其實也是非常的方便 大家有玩過前作都知道 爬牆真的是有夠討厭的 慢慢的消磨你的耐力 不過這也是遊戲其中的一個擬真樂趣 但對我來說我真的覺得這個技能 確實可以省去很多時間 同時也可以快速的穿梭各個地方 以上四種技能呢 我個人覺得大大的增加了薩爾達傳說的遊玩樂趣 怎麼說呢 我真的覺得差這四招啊 可以讓玩家有很多不同種的挑戰喔 例如不需要增加愛心 增加耐力就可以更容易進行的遊戲 增加多元的遊玩方法創造出更多不同的挑戰 屆時我們乾脆也來做一些瘋狂的挑戰吧 接下來我們來說說 第五點 天空群島 在十分鐘的影片內呢 開局我們依然存在在海拉盧大地 但是這次擴充了天空之島 這等於可以探索地區增加到了兩倍之大 天空群島是盤旋在海拉盧上方的區域 這座島嶼上有著不同的生物聚落 同時也擁有新的敵人及素材 目前天空群島的起源還不明 但有可能這些島嶼在被加農唤醒後開始升空 類似玉靠片中海拉盧城堡被連根拔起 五之一 天空群島新怪物 在新的影片中有看到一個古老的機器人 類似礦野之席的守護者 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像是一般怪物一樣 會使用武器戰鬥 而且還會組合武器能 說的也是 你會組合 難道我就不能組合嗎? 無這天空群島發現的新材料 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有 Zonai Charge跟 Soldier Construct Hall 這兩種新材料 其中Zonai我上網查就是在前座有整套 都是增加攻擊力滿足的那一套 就是佐納巫族的名稱 不知道這兩者之間有什麼關係 再來是Stambulb這個材料 看起來像是種新型的植物 根據這個名字看來 有可能是回復體力用的 不過還有待證實 最後是Korakrond 這個葉子感覺很像是前座的那個葉子 可以跟弓箭結合 不過時機並沒有顯示出來 我猜應該是變成可以把敵人吹走弓箭吧 真的每每藏在細節裡面 都有著讓人很想趕快知道的東西 任天真是壞壞 第六個 其他默默的小細節 每次薩爾達影片釋出呢 其實真的給他重放好多片 都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出現 六之一 小地圖上的坐標數字 在前座也擁有的小地圖上 出現了三個坐標的數字 而且在後面的畫面中 連靈克蟲天鵝降 其中一個數字迅速的下降 這就表示這就是XYZ的坐標 我個人覺得這個真的其實很錯 雖然前座的開放讓大家自由探索 但老實說很多時候要找地方 會變成只能用敘述的方式 網路上提供的資料也會變成截圖 然而這一代使用坐標 相信可以讓更多玩家之間資訊交流 讓真的有困難的玩家 也得以找到需要的地點或是物資 六之二左上角的方向鍵 過往左鍵是更換盾牌 右鍵是更換武器 我們在畫面看到上鍵多了一顆蘋果 這個感覺有可能是打開背包或是素材 但我們再來看看余料建造師 當要合成物品時框框打開 這個時候可以看到畫面上有Y鍵、R鍵、B鍵可以使用 R鍵用來選擇左右物品 是更換武器跟盾牌相似 所以說不定上鍵就是合成余料的功能了 第七連王國之類特事機 任天堂啊任天堂你真的很討厭 真的很會出這種東西 我當下結尾看到就覺得要縫了特事機真的超好看 JC手把本體配著有點珍珠亮粉的金 兩邊各自有著王國之類的紋路 主機OLED本體背面的紋路超級好看 最後的底座白底配上各式金色圖頭 我真的是要崩掉的 然而PRO手把也一併出現新的 在握把左右一方一黑一白 重點這次也有推出放置NS的收納包 種種組合迫害你我的隔包 真的是太過分啦 OLED特事機的部分 將於4月28號開始販售 然而破手把集收納包的部分 將於5月25號開始販售 真的瘋掉真的瘋掉 以上就是本次肉肉速報為大家帶來的 王國之類小小整理 如果大家還有其他新消息秘星 超級無敵歡迎分享給我喔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不錯的話 請給我們一個讚 作為支持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